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要講一講近日的事 如果大家看這張圖片 就抹世景象 但是也真的發生過的 就是去年希臘的山火 最近那個氣候的情況都挺可怕的 你知道 比如在麥加星城 現在寫了一千三百人 五十幾度 戶外佈了五十幾度 中暑而死很多人 中暑很容易死人的 希臘很多遊客失蹤 原因是因為太熱了 那些人又行山 遠足 原來很容易脫水和中暑的 就算香港也有的 香港在西貢行山也是中暑的 我們不說其他地方了 香港現在都是六月底 又是已經熱過以前的八月了 所以問一問你 是否真的我們覺得熱了呢? 即是有沒有客觀的標準我們真的熱了呢? 我覺得如果說是很慘的 你說氣候暖化 說客觀標準呢 我就很快告訴你那個數據是這樣的 看到它的那個平均溫度是跌跌蕩的 就像那些股市指數一路上去上去 又在升 但是我想大家都會認同 到現在近這五六七年那個地球的溫度 和我們以前記憶中那種這樣的熱度 那個體感 我們是已經覺得有個體感主觀上的變化 即是那個要早開冷氣 開冷氣開得長 和出去曬得辛苦的那種程度 你問我 我就很記得就是 瘟疫那幾年那個夏天又是熱得很辛苦 即不是純粹因為夏天那麼簡單 而是真的那種沒什麼風 和那種濕焗的情況是很 即是那種感覺很難受的 那麼今年我覺得是已經叫相對熱得遲了 我覺得六月頭還是都涼涼的 但是突然之間呢 一到端午那種熱又回來了 那我相信就是今年就熱遲了那種意思 就是一直一直用很久熱下去 即是那種沒有了春天沒有了秋天那種感覺 就是好像已經 春雨秋好像很遙遠那樣了 嗯 但是呢 即是如果現在在香港 我們都還可以忍受到啦 最多開一下冷氣 或者多充點涼啦 但是整件事的疑問就是 我們可不可以拿現在數據的project 10年後 20年後 30年後怎樣呢 這個呢 我們就要依賴現在我們現存的那個氣候模型 那現在基本上聯合國的那個組織裡面 核下有去資助一個叫做全球最大規模的那個氣候模型 那每隔幾年都有一個報告書的了 就說著 追蹤著我們那個全球暖化的速度 那其實現在呢 為什麼那個新能源 尤其是太陽能那個發展呢 就是我們都推得很快 都還沒計算就是那些電動車那些東西 那你不要理會有沒有效 我們就是希望透過這些這樣的新科技手段 去令到我們是會可以叫做逆轉這個這樣的全球暖化 因為其實呢 那個碳排放那個速度已經上到一個地步 就是說呢 如果你彈求那個地球的自我康復能力 去將那個碳排放去扯下來呢 現在我們知道已經很渺茫了 現在最後剩下的希望就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人類啊 自己弄一些的科技出來 去倒轉頭去將大氣裡面的碳吸回來 那就是 於是大家想了很多東西 就是我們有沒有辦法就是怎樣把那些東西 減少碳排放之餘 還有沒有東西去主動吸碳呢 還有還有沒有東西可以幫我們主動去 把那個地球吸熱的能力降低呢 變成了多種叫做地理工程 這些這樣的概念就出來了 這些是我們以前不會想的 但是我會覺得就是 就是 我不想用到好像那些環保人士角度說 就是說 大家趕快做些事情 我們還趕得及去制止全球暖化 其實我會這樣說 其實我們已經錯過了 剩下來呢 我們已經在捱著 已經在suffer著那種熱 不過不做的時候 再死得快一點的意思 就是現在我會這樣說的 現在我就更加悲觀了 現在死得快還是死得慢的問題 我覺得死得快會好一點的 大家就不用這麼拖得那麼麻 但是呢 這個有個概念可以介紹給大家 Climate Engineering 就是氣候的工程 那美國人呢 由於它那個科技先進 他就想這些 就不是說我們現在減少了碳排放 就算說我們減慢速度 但是這個人不可能完全停止了碳排放 我們倒不如另外一個方法就是 我們做些事情 改變整個地球的氣候 就是由它現在這麼熱 我們改回凍蓋 我想問一個很宏觀的問題 其實這件事本身可不可能的呢 這件事本身是由一個什麽 就是你要回顧一下 是由什麽令到大家去開始想想這些手段呢 可能台長你都記得的 菲律賓有好幾年前 皮立屠博火山那個爆發 是搞到很大件事的 其實那時候 但是這件事的地步 就是當然影響到菲律賓本身的附近的居民 而另外就很有趣 它有大量的那些火山灰和那些懸浮物 是令到我們最後隨後能量到 令到地球的升溫 是地球降溫了的 那次是 我們是量到整個地球的整體溫度 因爲這次皮立屠博火山那個爆發出來的那些煙霧呢 就令到溫度跌了0.5度的 那麽其實從這裏開始就是大自然給出來的力量 都可以這樣突然之間令到地球更冷些 就是說如果我們可以像這個火山那樣 將那些東西噴上一些特定的材料 通常那些叫做氣霧啊 aerosol這些東西 將它噴上去大氣那裏 然後那個作用就是令到它地球上面吸熱的能力降低了 就是譬如它令到更加多的太陽光會反射回到太空那裏 然後就落到地面上面去叫做trap了的那些就會少了 另外有時候就是說 有另外一個手段就是 令到地球會多些雲形成了出來 就是你也是多些那些這樣的 尤其是天空上面 爲什麽會有雨形成雲呢? 就是很多時候你會有很多這樣的 一些叫種 你可以理解它會用到一個字眼的一些種子 那些種子你不要想是一些植物的種子 你純粹就是有一顆東西在那裡 那顆東西就令到它特別容易將那些水份子吸起來了 就令到它變成雨點 變成水氣 然後就形成雲 可能大家都聽過在一些地區會特意叫做 射那些炮上天空那裡 讓它形成雲去降雨的 其實這些手段其實就是說 令到你的天空上面 多一些這樣的可以形成雲的種子 令到你多一些雲 多一些雲就會是反光能力就會高了 令到客觀上面地球吸太陽的熱就會減少了 那這些叫做氣候工程的東西就會這樣去來的了 那當然啦 有時候有矛盾的 有些位置我就想盡量採集太陽光 令到它吸多一些太陽能出來去用 但是同時間我們在另外一些位置那裡 我們用不著那些太陽光 我們就盡量想把太陽光反走去 就令到我們的地球就不要被一些多餘的 射下來的太陽能就整熱了 那因為這個這樣的地質事件 那個火山爆發的事件 就令到我們有人就開始想 我們可不可以做這些東西呢 但是在這裡 我會說很初步的階段 還有很多的道德爭論在背後 現在台長你展示出來的這個新聞 就是剛才講的叫Crime Age Engineering這件事 它是停留在一個 第一就是局部地區測試的階段 就是譬如說 在美國加拿大有一些的海灣 就會嘗試試一下 在他們的上空噴這些東西出來 就看看他們附近一帶的溫度和降雨有什麼變化 這個此其一 但是你都可以質疑的 五差可以很大 因為整個地球這麼大 你只是拿一塊仔來試 是不是? 而另外還有一個途徑就是什麼呢? 就是只能夠依靠電腦運算了 那你就建立一些氣候的模型 去看一下 如果現在我加多一層這樣的東西 那這層東西 它究竟停留得久不久呢? 就很受其他因素影響的 譬如因為這些這樣的罪行物呢? 它們會受陽光照射分解 它們可能會受到其他的 譬如那些輻射去照射去瓦解 另外會受到其他的撞擊去衝散了 或者去衝拆走了 令它淡了 那現在我們很想透過電腦模型幫我們去計算什麼呢? 評估一下 就是如果我們噴了一些東西上去 它可以停留多久? 還有停留得越久的時候 它會不會最後真的能夠做到一個 我們合乎我們預期的 客觀的地球降溫的效果 還有更加重要的就是 在這個新聞裡面它會提到 就是評估一下會不會有些我們想不到的副作用 因為呢 你也知道的 譬如聖城麥加熱了 其他什麼希臘那些熱了 但是香港其實今年是遲熱了 就是其實很多時候熱 你猜之前就會是全球整體上熱是會有的 但是有時候它的分布是不均勻的 有些地方就要熱得更厲害 有些地方是反而會反常的 都會有的 那我們就要評估一下 如果我們做了這些介入的手段 噴了這些氣墓劑上去 去變成種子球雨 或者是叫擋著太陽光那樣 那最後它會不會就是 沒錯 哦 令到這塊著數了 但是第二塊又會不著數了呢? 尤其是美國這些國家就是它農業 農業都很體重 影響力很大的國家 你沿海城市的人著數了 但是原來去中部的人 全部就是壞了的時候呢? 那麽這件事可以變成一個政治問題的 這些東西 那麽現在呢 因為這個台長你展示這個消息 就應該是由英國的衛報那裡出來的 那麽他所以特別就關注呢 現在那個模型運算那裡 給出來的結果 就似乎對歐洲有一些不利因素在那裡 似乎就是 哦 那麽這個你可以想到是一樣東西的 就是如果你從那個陰謀論就說 它假裝的 即是我們現在做一個研究 其實它知道的 不過它假裝的就不知道嘛 那麽原來就是可以整股人家的嘛 那麽但是這個整股人家 那麽所以呢 我就覺得呢 我們可以講個名字的 現在不是Climate engineering 是Climate war 那甚至準確的說就是Womenization of climate 據我所知 美國是有做過類似的研究 而且很早做的 是六十年代已經做的 是 就是那種氣候的評估 是的 尤其是那個時候呢 是剛剛 如果你說是美國的六十年代呢 是那個電腦運算建立模型去評估氣候的 剛剛誕生的那個時候來的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又將這些 原來一直有去做這些這樣的事情呢 其實我覺得是一點都不奇怪 但是你問我呢 我就會覺得 好像這些氣候武器的東西呢 就比較好像去了神秘之夜那樣的 那麽其實那個原因是什麽呢 就是因爲一路我們那個 那個氣候系統是一個很混沌的系統來的 很多事情是不是你就是想 what you see what you get呢 你要指到哪兒就打到哪兒呢 就是可能最後 我覺得更加多的情況就是 你一心想做個雷出來 砍你的敵人 最後是砍到自己 那這個就是 你看以前 就是古代的監控片 就是我那個人看的 你就算什麼 三國演義 諸葛亮在那裏求謝東風 那我覺得 哇 待會兒弄了個雷下來 砍到自己 有什麽不奇怪 這個是古代的Climate Engineering 那它變成一個好像 一個魔術 有妖術能力的一個這樣的角色 但是今天似乎就是我們是 我們是掌握了少少 一些可以譬如說 改變了地球 局部降雨 和去降溫 我們知道有一些的方法 但是我們暫時是沒有能力去駕馭它 我會認為 我這個有少少質疑 爲什麽呢 就是公佈的消息是這樣的 很久的消息 它未必公佈 以前其實有一個組織我們介紹過的 應該神秘之下 叫Jason J-A-S-O-N 是在60年代開始囊括了一些 最聰明的科學家 其中應該最早期是物理學家來的 因爲Fremend Dyson是進過去的 就是給很多他們的科學意見給美國政府 譬如打仗怎麼打法 其中一樣東西就是有涉及到 是怎樣改變那個 就是怎樣控制那個氣候 但是這個字眼本身是不對的 因爲climax就比較長期一些的 其實我們應該說就是 repanization of weather 是的 就是在學這些這樣的氣候和天氣 其實是兩門東西來的 你氣候學家和這個做天文 還有做那些叫做天氣的東西 其實是我們用物理的畫來説 就是兩種尺度的問題來的 所以是兩方面不同的專家 我會說是 那climate engineering是對的 因爲我們想介入整個長期的東西 但是repanization就是 我搞你幾年我已經發達了 譬如說中國呢 南方是下暴雨的 北方是漢災的 那你想想如果長期講了10年是這樣呢 中國那個農業收成是怎樣的 是的 那如果中國農業收成是這樣 那要買哪一個國家的糧食呢 很簡單的 那就是只是一條這樣的formula 你已經算到那個所謂的地緣政治那個變化了 嗯 所以現在在這裡看回一下 就是你回顧一下 去形成一個全球的一個共識 去對這個氣候做一些事情 我會覺得已經不只是一個科學的問題 一個我覺得很幸運的例子就是80年代 另外大家停用那些綠氛化碳 就是那些叫做破壞臭氧層的那些氣體 那個就已經叫做 因爲其實大家想回 爲什麽會這麽快成功呢 其實現在回顧一下是幾有彩數的 因爲那件事是發生在一個80年代中期的時候 我們很快找到可以替代綠氛化碳的化學品 而且都是很便宜的 然後同時間那個年代也是那麽巧 那個冷戰埋尾的時候 變了就算去到 可能還要是 就算是蘇聯還沒解體的時候 是那個人戈爾巴奇夫是肯參與這這樣的事情 是大家一起去補回臭氧層的洞的 那就是那個時候就是那麽巧地球上的政治形勢 是容許這樣的合作去發生的 那麽我們今天看到是有個成效在這裏的 那麽但是到今時今日你說去制止全球暖化呢 去到那個控制碳排放那件事呢 已經是控制到就是說 有沒有國家要犧牲自己的發展 來去換取這個目標 而且那個大家的責任是很難去平均分配的 那麽所以呢 這件事就是回顧那個歷史來講 就我們面對著一個更加大的難題 但是出來的影響是我們已經殺到埋身的一個影響了 嗯 因為最近你有說了 新冷戰嘛 新冷戰的背景底下 那人們有沒有可能同心同德 大家無分彼此去處理這個氣候問題呢? 那麽我的答案很簡單 我不知道你的答案是什麽 是絕對悲觀的 我暫時都很悲觀的 那麽既然是悲觀 那麽不如我們就不要做節目 我們去做其他事好過吧 OK 那麽我們下個禮拜也繼續回顧身次 那麽下禮拜見 拜拜 拜拜 神秘的東西第一節 那2022神秘的東西跟大家見面了 那麽今天會和大家說些什麽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 嗯? 話說在幾個月之前 就是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大炒大賴說要下飛機 到底是發生什麽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 坐在旁邊的人不是人類 大家不下飛機 那整機人都會死的 有很多網民在這裏說 其實那女人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是說 坐在旁邊的一個 是一個叫做Shakeshifter 的東西 那幾圖你怎麽看呢? 這東西其實都不算是新的了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東西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麽是鵝獸呢? 鵝獸就是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為什麽今天神秘的東西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話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人呢? 換句話來說 可能有一天觀眾在看的 並不是我和阿幾圖在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扮演我們在做節目 但如果是這樣就很糟糕了 有機會人就去追追假的節目 就不記得追追我們的節目 那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那問題就解決了 沒錯 其實我和阿幾圖就真的沒有合過 但正正就是我想說的東西 其實有人扮演我們兩個 是不要緊的 最緊要是用YouTube平台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鈴鐺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 好了 今天神秘的事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事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我和台長 對不起 我和阿幾圖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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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